邁入第六屆的重有之聲 總決賽競爭激烈 這次邀請到全能唱跳藝人周定穩 擔任評審之一 還帶來了全新創作單曲 《乖壞怪》 鼓勵學生們勇敢追夢 看到這麼多年輕優秀的表演者們 在台上綻放自己的魅力 然後展現自己的舞台 我都覺得很感動 今天有好幾個學生讓我很驚豔 唱得特別好的 或者是特別有舞台魅力的 蠻感動的 鼓勵校園裡面 擁有音樂才華的同學 站上舞台 從這一次今年的過程中 我看到好多好多好多 對歌唱有興趣 對饒舌有興趣 對創作有興趣的同學 然後這次的活動 也邀請到了周定瑋 來擔任夜師辦了講座 然後在舞台上分享 他在演藝圈的經驗 可以讓同學可以看到 定尾 在演藝圈之路中 發生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可以對他未來有所幫助 從百人脫穎而出的 20位進入總決賽的學生 使出了渾身解數 帶來精湛的野出 流行音樂組冠軍 賴志浩 我一直都很喜歡唱歌 所以我會繼續 一直唱歌下去 老舌組由李嘉誠獲得首獎 我很喜歡老舌 他能夠讓我表達真正的自我 然後把我那些想法 都表達出來 創作組則由顏利 拿下第一名 第一次拿到獎項 然後覺得還蠻緊張的 沒想到可以在舞台上 跟大家展現第一個作品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 創作組的學生也是很棒 所以我覺得這個獎項 我想跟他一起share這樣 校方勉勵參賽同學們 勇敢追夢 抱持創作的熱情 讓所有參與 崇佑之身的同學們 有滿滿的收穫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